我们继续 这个中国的华东师范大学 那是个右派的窝子 一个据点 最近这些年在党史研究方面 华东师范大学不是出了个三剑课 高华 什么沈志华 什么杨奎松 三个右派小人 高华告诉大家 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 靠玩弄全数 阴谋诡计 就把中共的第一代 那些个精英和人杰 都当成了白痴傻子 比你还弱智 质疑长征 告诉大家 长征总共这一路上才打了几仗 好像整个中国中央带着几万红军 这游山 这游山万人水 一路公款旅游从江西走到了山北 质疑长征 就是为了否定长征这历史 就是要玷污这 卫威说过的地球上的红飘带 这要否定 这西方学者都认可的 人类意志的这场证明 你给我走走 高华先生已经去世了 他要活着的话 我就想跟他谈一谈 你去走一走 走着啊 从江西走到山北 一年的时间 我让你天天喝茅台 天天你绷着龙虾拱着 你给我走下来 我看看 更何况我给你派几个人 你带一个小队友 你给我走下来 你走下来 我扶你 村永元不是长征 胜利六十年吗 是多少年 不是带过一个小团队 试图走完长征 最后怎么样 十个八个人吧 好像十多个人 天天吵 天天闹 最后吵黄了 把这个事打黄了 村永元根本拢不住 这支队伍了 这支小队伍了 最后整个巷子 最后流产了 无稽而终 所以你想一想 当年 共产党领着几万红军 出发是八万 四道封锁先过去以后 剩了多少 剩了几个人了 失败到了那种程度 张恩天都想离队 回上海了 重新搞地下斗争去了 彻底绝望了 博谷拿着手枪 天天比过自己脑袋门 不想活了 遵义婚姻 毛主席 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就领着这样一支 残兵败将 把一场 彻彻底底大亏退 变成了一场 激昂于历史 这样一场伟大的大进军 所以右派真是幼稚 右派就是幼稚 还有什么杨奎松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恩恩怨怨 告诉大家伙 什么沈志华 杨奎松沈志华搞了冷战史 外界评价叫冷战史专家 冷战结束了 这个福山不是说历史的终结了吗 这历史到资本主义阶段 普世价值 这就终结了 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发展 不会再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了 新的价值观出现了 历史终结了 所以杨奎松和沈志华 研究冷战史 你看他们研究这些东西 沈志华 包括研究我正在说的抗年朝 朝鲜战争 网上有很多沈志华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看 沈先生你看他除了那一肚子下水 你听完以后 还能看出什么价值 当然了我觉得他最 他的这个视频里表达的 包括他住书中写的最有价值的 那就是他 可能是俄语挺好 还是怎么着 从这个 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这不是解密了很多冷战时期的档案吗 国际供运时的档案 他拿到了很多一手的资料 但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的 那是人家的资料啊 是不是啊 我觉得他说的 包括他写的一些东西最有价值的 就是他从莫斯科搬回来的这些个档案资料 至于他的观点 起码本人不予认同 主流的观点本人不予认同 尤其是沈志华 张嘴就是毛 毛 你是谁呀 你是谁呀 你敢这么称呼毛主席 太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 太不自量力了 关于抗美援朝 什么时候该停战 什么时候该谈判 他都要发表他的见解 毛主席都错 还像我上次说的 用套用狼贤平的话说 把你给聪明了 不过沈志华 杨贵松他们 从莫斯科拿回的这些个档案资料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共享 因为那所有权也不归他们 包括今天要聊的 这个斯大林 琢磨这个 超隐战争这个事 毛主席复苏 跟斯大林的胡口夺食 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这个时间线 从沈志华的那个 著述和他的这个演讲里面 也多有借用 在此呢 因为我说通过他 有一些资料是通过他 转眼过来的 所以我还要对他说声谢谢 至于莫斯科 我希望他跟莫斯科说 表达他的谢意 那么我上次说 毛主席到了苏联 12月26号1949年 当天就见了斯大林 开门见山 就提出了废旧约 签新约的问题 斯大林断然拒绝 这个斯大林的理由呢 非常非常的充分 他说这个四五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跟你们 国民政府签的那个条约 那是根据 这个我们苏联美国和英国 当初缔结的亚尔塔协定 以这个为根据签订的 这个正是因为 这个亚尔塔协定 我们苏联 才同意出兵中国东北 打击日本的远 这个关东军 然后得到了千岛群岛 南库业岛 和中长铁路 旅顺口 包括外蒙古 等等这些个利益 这些个战略的屏障 如果你过来就给我提这个事 如果要同意 咱们改动这个旧条约的话 那么这个旧条约 因为是经过美国和英国的同意了 咱们要是改动 哪怕一条一款 那么都会给这个美国和英国 提出修改条约 然后这个修改条约中 我关南库业群岛 南库业岛和千岛群岛 等等条款 为他们提供 这个法律上的借口 所以这事不能谈 这不仅仅是你我之间的事 还涉及到那两家大佬 涉及到日本的利益 等等 动静太大了 没啥弄 再说这条约 对中国来说 也没什么太大损害吧 我不就站着你们 中长铁路 铁路挺好 我们驻军就在十公里 铁路沿线 十公里才驻的军 其他地方还都你们 驻军我们就是维护铁路 也没别的 是不是 那条铁路 现在这个状况 也符合你中国的利益 那条铁路放在那 我们得管 我们得维修 得维护 因为咱们合股 我们占有50%的股份 是不是 那么呢 我们这条铁路 你就可以当成你们中国 培养铁路干部 是不是 铁路技术人员的 这样一个学校 现场就要学不挺好的 这斯大林说 说你这个提法 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 我们决定 不改动 这些条约的任何条款 那意思就是 这条约你不能谈 你应该 无条件的继承 国民政府跟我们签订了 中速优好条约 然后就行 这就 碰一鼻子灰 下车一时 那么紧接着 这个24号 隔了将近 一个星期以后 毛泽西很生气 这一星期以后 预约 斯大林也冷落 见完第一面以后 就不见毛泽西 来了 你见面就给我提这个事 我最不想提这个事 你给我添堵 就不理毛泽西 最后几经争取 12月24号 毛泽西和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 还是围绕这个问题 照旧 斯大林根本不予理睬 没得谈 哎 毛泽西到了苏联了 哎 这 美国老都知道啊 是啊 哈哈 这个可能也都知道一些会谈的一些个基本的东西了 具体的不一定很清楚 但知道毛泽西当时碰到 碰到问题了 碰到困难了 啊 这美国 这小手 哈哈 就就就就升过来了 拿着橄榄汁 哈哈哈哈 啊 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毛主席 感觉到了毛主席为这个事情啊 可能将新疆继续的争取 嗯 就争取 所以美国迫不及待了 啊 甚至很直白就开始 啊 这这这这 对着中国 这这这 释放某种 所谓的善意 哈哈 哈哈哈哈 那毛主席那呢 吃了两次碰碰之后 这个 很生气 那真是非常非常生气 非常恼火 啊 非常恼火 但是毛主席心里有底 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穷是穷点 但中国五亿人口一个大国 是不是 我们共产党 嗯 又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执政党 我们对外已经说了 庄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他说我也来了 我也屈尊来到你们家门口 到你们家里来了 跟你谈这事 啊 你两次拒绝我 嗯 但是 啊 毛主席那个人的意志 啊 四五年重庆谈判 蒋介石不抽烟 毛主席那时候在延安的时候一天要抽一厅 五十支甚至还要多 您不说吗 嗯 不结 不 什么 一 一 这个一 一支烟在手 绵绵不绝 一缕在手 绵绵不绝 哈哈哈哈 但是 毛主席知道蒋介石不抽烟 毛主席跟蒋介石谈判的时候最多的最长的一次四个小时好像五个小时 包括烟火烟 毛主席竟然能够一口烟都不断 把蒋介石给吓了 跟不吓说 跟宋美龄说 写日记都写 这个人的意志力 啊 了得 可不能小看了这个人 嗯 那么在对斯大林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中 毛主席遇到困难之后的毛主席啊 强大的那个 那那那那那巨人的意志力就又显然出了 他心里有底 那他知道对于美国来说 确保中国不完全倒向苏联 那是至关重要的 毛主席也知道 那么对于苏联来说 确保中国不完全倒向美国 英国 那也是至关重要的 你美国国内那时候不正在搞辩论呢 辩论到底是谁丢掉了中国吗 哈哈哈哈 不辩论这个事呢 是不是啊 哎 好 这都是筹码 这都是毛主席手里的筹码 嗯 更何况你看美国 不不在乎平平给我示好的吗 美国怎么示好啊 1月5号 毛主席到了苏联的20天了 1月5号 杜鲁门发表了声明 关于中国问题 他说1943年的12月1号的开罗宣言中 英 英 英 美 中三国援手 声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 归还中国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进行掠夺的野心 也不准备以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现在的局势 美国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 那个时候 苏玉带着几十万大军正在福建沿海 热火朝天的练兵呢 就准备打过台湾海峡 解放台湾的王 毕攻 毕解放战争 其功 之功于一亿 那蒋介石如坐针毡热火上的蚂蚁啊 总共军政人所有的人员 包括家属 孵 跑到台湾才两百多人 那就基本上是没戏了 那就没戏了 你看共产党可能更多是牧船 击帆船 但蒋介石也什么没有啊 蒋介石的海军也都没钱了 都封莫了 包括重庆舰了 都投了供了 尽管最后头被国民党飞机给炸了 所以蒋介石的末日已经快到了 我估计蒋介石听完了杜鲁门的声明之后 那基本上就开始准备着要给大伙发遣散费了 蒋介石那时候不是想计划要逃那逃日本 还说逃了随利宾去 到哪去避难 到第三国避难 这是1月5号 杜鲁门 那么1月6号 英国率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6号这一天 这英国从自身的这个利益出发 包括香港 远东的利益 尤其是香港 那一天就派他前任的驻华的这个领事叫高莱涵 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英国的外交大臣贝文 致中国外长中央人来的这个赵慧 这是正式的外交文本 赵慧 赵慧中通知 说大布林典基北外尔兰联合王国政府 自本日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 愿意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 领土主权等向原则的基础上 建立双方的外交关系 并准备与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互派使节 在未任命大使前 指派当时在南京的这个这个贝文的秘书 不是 是这个 谁 这个 高莱涵 前驻国民政府 那个领事 临时指派高莱涵的这个秘书 叫胡杰森 作为过渡时期的英国的临时代办 同一天 英国外交部在记者招待会上 向全世界公开宣布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 当然了 他同时他还声称不改变 同美国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 并要继续同台湾的国民党集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 这是英国当时的奇强术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反对共产主义 又不彻底割断跟台湾的关系 跟着美国 那时候他已经退居老二了 要跟着老大混 那么其实的按照国际惯例 这个两国政府如果互相承认电 就是承认的电文 那么就意味着是两国建交的开始 就是说英国给中国发了召会了以后 中国只要回一个 这等于中英就正式建交了 但是 中国新中国的原则 几十年呢 一贯值的坚持 就是你只能承认 你要承认我就只能承认我一个政府 必须前提是 必须断绝跟台湾国民党 所谓的国民政府任何官方往来 就像跟尼克松来毛尔西书房的时候 中国的态度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 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前提 这个废约断交 撤军 废约撤军 那么因为英国 事实上他仍然要支持国民党集团 那这就还是把我们中国是一非妈 两个中国国 那怎么能行 所以中国就没答应 就没答应跟他正式建交 你派个临时代办 你先临时代办着 代办着 然后50年长战争爆发 联合国军 这英国不也出兵了吗 是仅次于美国呢 出兵最多的国家 皇家27里 让这些军给打残了倒 澳大利亚不也是跟着这个英国 挂在英国那儿跟着英国一起出的兵 澳大利亚死了三百三百多人了 二十三百人 伤亡一千五百多人吧 最重要的是 在上海中加拿大 澳大利亚是加平战斗 有个战斗叫加平战斗 澳大利亚主要是那场战斗舍了不少 所以中国当时就没答应跟他解救 两国就是临时代办的这样的关系 那么中国也没彻底的把他关在文外 说我们要谈判 这个时候我们得谈 五四年的时候 昨天来去日内瓦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 跟英国的外加大臣定好了 说中英两国互换代办 拍代办 中国和英国的正式的外交关系 那要等到尼克松访华完之后 1972年2月份尼克松访华 3月份是4月份 中英正式建交 还是美国人的小跟班 这英国人 这是英国 对中国 承认了到 这对苏联的压力有多大 还不够 继杜鲁梅发表声明之后的这1月12号 美国国家爱集群 这个在这个记者 俱乐部 给大伙讲历史 说这个 做了个演讲 叫中国的危机 这个演讲里面 除了指责 说苏联还站着中国的这个中长铁路 和人们旅顺口 大连香港等等啊 这挑拨关系 然后同时他公开宣称说 国民党根本不是在战场上被打倒的 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给抛弃了 赤裸裸 拉了新中国 真是赤裸裸 就是民心所向 同时爱情信声称 美国的远东防务权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 大家知道了 为什么了 传言战争6月25号 传言战争爆发之后 蒋介石第一时间听说传言战争爆发 蒋介石喜极而弃 说台湾有救了 他知道人很大 过来了 知道美国人要用他了 要把他当棋子 再拿到棋盘上杀一番去了 所以蒋介石 这个政权 一直够人残喘 一直到今天嘛 菜生长 这沈志华他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说了那么一个事 说这个同一天 不是1月16号 说1月16号 说这个金日成 在平壤 跟这个苏联顾问团 喝酒 喝着喝着 哭了 哭什么呢 说他们 我们要打的 这个南朝鲜 要统一组 斯大林迟迟也不同意 我给他发电报 他我回 中国都统一了 我为什么不能把他统一 壮之未仇 我我呀 啊 于是 我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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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大丈夫 不能这个亮剑 不能一统三千里江山 太委屈了 太委屈了 就哭 就闹 估计 耍酒疯啊 可能故意的 希望这个苏联大使 顾问团总部 什么 什吉科夫 什么的 能够把这 他这 这这这这这 这这信息传递给斯大林 嗯 事实上是这个 说从这1949年的年初开始 这斯大林 不是这个金日成呢 像斯大林前后提出了48次的请求 要统一 朝鲜半岛 要打南朝鲜 都 遭到了斯大林断然的拒绝 条件不成熟 啊 不行 嗯 那么呢 这个听说了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拉拢 所做的这么几 这这这这这些的声明和演讲 听说了这英国对新农国的承认啊 这斯大林的压力非常大啊 鉴于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态度 斯大林曾经要求毛主席发表一个官方的声明 哎 然后驳斥这个美国的这些个混乱 也很意思 拒 这这这这这拒绝美国的这个拉拢 哈哈 这个这个这个 选择他的挑拨 嗯 说你发表了政治声明 然后我们苏联和蒙古呢 我们同时也发表了声明 哎 发表声明 跟他打打打笔墨官司 诗者回忆啊 诗者 诗者回忆说当时毛主席 这个问了好几次 说这个他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声明 说官方声明 是官方声明 官方声明是要的是要外交部 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去 正式的发表一个声明 哎 这毛主席 这是伟大的战略家 同时也是伟大的策略大师 哎 他就没接这个斯大林 这个这个这个 美理斯大林 这这茬 他只是应付了事 让胡乔木 以庄人国国新闻出版署 新闻署署长的这个名义 发表了一个非光 非官方的一个记者谈话 这把斯大林给气得不得了 毛泽东还难对付 这真是硬茬啊 跟我这个斗 还不破 应付我 那斯大林当时世界顶级的战略家 毛略家 啊 丘吉尔 罗斯福他都跟恋着 都没有这个 未曾辱国阁 哈哈哈哈 啊 都没 这这这拜过 没出过下风 碰到了毛主席 嗯 那中国这样的一反应之后 那整个西方 这个各个国家 就看出来了 中国总发表这么一声明啊 新闻署杀 等等这么严重的事啊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那么大家就就就就就就就 议论纷纷了 对这个中苏关系 现状 对毛泽东 斯大林啊 一定会有的这些个会谈 见面 议议纷纷 各种猜测都出了 英国的报纸 甚至发消息 说毛泽东被斯大林给软禁 嗯 那你这西方舆论一上来 这压力上来了 斯大林 没办法 最终被迫让步 他请毛泽东出面 会见记者 说你批批谣吧 批批谣 他给我太被动了 哈哈啊 说新条约 我们可以签 可以谈 让步 1950年的 1月26号 中国代表团 向苏联 就 庄联也去了 庄联带 带着后续 这成员都去了 然后这个 向苏联提交 中国有关大连 吕顺 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 这方案就把 当时 这个把苏联当时签 跟国民政府签 那全给推翻了 那就全部承认 他们说 看那些苏联的 前苏联档案 说 在 沈秋华说 他看过 在一份斯大林批阅 签名的文本中 说中国提出的内容 全部被斯大林给划掉 并标上了很多的问号 惊叹号 而且气急败坏 那基本上就气急败坏 但是最后1950年的1月28号 那经过艰苦的 这个双方的谈判 苏联方面 基本上 同意了中国提出的方案 但是 斯大林 在跟中国的这个谈判之外 谈判桌之外 他又另起炉灶 他眼镜 盯上了朝鲜半岛 这边丢掉了东西 他通过 另起炉灶 再夺回来 那么1月30号斯大林 突然给这个苏联 驻这个朝鲜的大使 这个斯基科夫 苏联驻朝鲜的这个军事固团团 团长 告诉他 说我理解朝鲜同志的不满 金石成同志 但应该理解 想对南朝鲜采取这个如此重大的举措 那是需要有充分的准备的 这件事必须要组织好 不能冒太大的风险 如果金石成想跟我谈这个事 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 并且同他谈 请你把这个 我的这个意见 告诉给金石成 关于他想统一朝鲜半岛这个事 我准备帮他 斯大林 1月30号 28号同意了中国的方案 1月30号斯大林 就做了 卖出这样的一大动 那么1950年的2月4号 中苏正式签订了新的条约 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不仅确立了中国和苏联的 军事同盟关系 最重要的 这个这个条款 那就是 中国和苏联 低约的双方任何一方遭到遭到第三国攻击的时候 对方要轻 全力 与援助和支持 这是对新中国的安全 那那49年的中国 50年的中国 那是 那就保护伞了 中国太需要了 那个时候 因为自己太弱了 同时 毛主席 胡胡多使 这个新的条约 规定 苏联不但要给予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还规定 不迟于1952年的年末 苏联军队就从共同使用的 这个旅顺口的海军基地撤退 并且把这个基地里面的所有的这些设备完好无损的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 新的中苏条约让毛主席如愿以偿 夺回了几年前 官政府出卖了中国的主权 让斯大林 包括让苏联 出兵中国东北 以数万将士的伤亡 夺得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得而复失 竹篮打水 那么你说像斯大林 这样的铁腕子 这样的这个政治人物 他怎么可能甘心去这么大一亏呢 要知道 中国夺回的这些权力 对于苏联来说 那是整个俄罗斯千年的梦 甚至可能是 多少年以来 从沙俄的比方比较大帝开始 就希望沙俄的帝国能够在这个远东 有一个不动港 有自己的出海口 他当初搞的海塞维布拉 什么弗拉迪欧斯多克 冬天结冰了 没有什么商业价值 那么一个港口 大连山港 李顺军港 那是苏联当时在太平洋的 出海口 唯一的不动港 那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 你说这个问题他得到了英美的承认了 世界几大国都承认了 曾经有过跟中国政府的这个协定都确认了 你说斯大林他怎么可能不愤呢 他不会甘心的 于是斯大林就策划了一条毒计 而他的毒计就是侧动挑动 金日成 发起 朝鲜战争 所以 我说中苏结盟 导致了 朝鲜战争 今天说的长了一些 谢谢大家 还算 帮山 前面 各位 来